佛给我们说 悦心痴明 悦心瓦心 听到这个好处 它发言出什么 这是上根深厚的 我们通常讲上根立的 为什么呢 我在其他经典上说 佛从凡佛地修成佛国 要三大阿兴起来 这是一般经上讲的 华原经上讲的不是三个阿兴起来 是无量节 佛在华原与其他经上讲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那么诸位也讲 成佛 佛有四种佛 葬通结也 佛讲成三大阿兴起来成佛 说老实话 是藏教佛 通教佛 三大阿兴起来成佛 你们这里讲是藏教佛 华原里面讲无量节成佛 那是讲的与明教佛 佛有很多种类 你们到底是成哪个类伏 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一听说 这个经上说 越先知名 越定往生 这一分就成就了 你想想看 那个聪明人 怎么不选择这个法门呢 即使以前所修的一切法门 听到这个法门 它立刻就放下了 立刻就捨掉了 我突然一修这个法门 为什么 这个法门容易 很快的选择 而且是稳稳荡荡地听 决定成就 这是通宁立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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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